母亲节即将到来 花林势力幼儿园 在节日前夕举办了一系列母亲节主题活动 让大众小班的学童 借由奉茶手作礼物的方式 以实际行动来表达对妈妈的感谢 也增进亲子间更多的交流机会 小班小朋友们在班导师带领下 一步一步的将巧克力酱倒进蛋糕模具 制作巧克力甜点 中班小朋友则将干燥花一朵朵黏起来 做成手作画板香芬花 大班小朋友则亲手为妈妈奉茶按摩锤背 原来是花莲师的幼儿园在母亲节前夕 举办系列母亲节主题活动 以实际行动表达对妈妈的感谢 像是大班呢 小朋友就准备了 他们大概在一两个月前 就在准备妈妈的母亲节礼物 他们利用他们学习区里面 在美劳区里面 他们有做串珠拼斗 还有发夹吊饰 还有耳环等等 就是他们会先偷偷的观察 他自己妈妈的喜好 然后制作一个神秘的母亲节礼物 在昨天的时候呢 也邀请妈妈到幼儿园里面 奉茶按摩 然后将礼物送给他们 那我们中班的部分呢 我们是做了一个 那个花艺的 花艺的摆饰品 那就是小朋友做完呢 带回家送给妈妈 那小班的部分比较特别 老师带领小朋友 做农情巧克力 那做完的巧克力呢 也是同时呢 为妈妈献上满满的祝福 那室佑也准备了一个母亲节蛋糕 送给所有的妈妈们 祝福室佑所有的妈妈们 母亲节快乐 室佑设计一系列活动 让大中小班每位孩子都能参与 希望妈妈都能感受到孩子们用心 市长威嘉燕表示 感谢市佑举办这系列活动 以实际行动表达对母亲的感谢 也希望孩子们能体验父母辛劳 当个好宝宝 同时也祝福所有妈妈 母亲节快乐 记得长邦彦华林匙报导